《逆龍之原機》 《逆龍之原機》 時間營光幕見到逆龍師傅 Hello, 你好 師傅, 我知道今集相當之好 因為幾集之前 我們就一直鋪排 讓大家認清楚 屬於自己的生命零數 目的是希望今集 可以給大家一個精彩的內容 就是分析 預測一下 到底你們2024年的榴槤運程 是怎樣的 當然 在講下去之前 大家先like這條影片 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最重要是在影片資訊欄 就會見到師傅的專頁連結 按進去就找到師傅的聯絡方法 和師傅的八字命理初班線上課程 如果你們一路都等了很久 可能一路八字八字聽聽 但一路都未踏出這一步去學習的話 現在絕對是一個好時機 因為這個年尾的時間 學一門的技能 增值自己 迎接下一年的新挑戰 絕對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了, 師傅都要循例 講下去之前 教一教大家 怎樣找自己的生命零數 是 我們之前的九集 就講了生命零數怎樣找 這一集就教大家 怎樣找你的榴槤的生命零數 是 即明年是否2024年 沒錯 那我們怎樣算出來 又會由頭地角 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都是用過年份 2024年 今年的年份 是的 就加回你何時出生 譬如說 你是3月28日出生 時辰我們就不加 我們只是2月日 那也是 試試將2 我們將這組的數字相加 如果有10位數字 就將它再加一次 就變成個位的數字 嗯 所以2就加0 0就是不用加 是 2加0加2加4 那再加什麼呢 加3 再加 28兩個字 又是分開的 加2 再加8 是 那等於多少 要計算一下 2 4 8 9 11 12 13 21 21 沒理由 9個號碼 對 生命令數是1至9 所以21 我們又要將21 又再相加 2加1 2加1 就等於3 是 即是說 原來這個 3月28日出生的人 你不用理這個年份 他很有趣的 3月28日出生的人 就在2024年 他的行運的生命令數密碼就是3 很容易計算 你可以立刻 觀眾先計算 即計 是的 立刻計算 計算了就可以 接著就可以 一會兒 由1至9 流連的生命令數 就可以分析了 好嗎 這個需要不需要再講多個例子 應該不用了 如果大家不明白 就看之前幾集 全部都是講生命令數 有怎樣去加減 是的 計算這個數 其實很清晰的 師傅你這個 是的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留言 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 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 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 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以及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 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 如果生命令數 那個流連運程 加出來是1的 那如何呢 原來加出來1 大家知道 與有萬物 即是由1至1000萬 都是由1開始 所以原來1 就是一個開始的意思 開始 所以如果2024年計出來1 即是說 在2024年一個新的開始 一個新的轉變 或者一個新的關係 會發生的 因為逢是1 就是一個發揮的始祖的時候 所以你一定會變的 那我亦都 有些朋友 有些客人 我都做過實驗 又是喔 都是這樣的 所以原來 未來那年1的話 嗯 那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有些什麼會改變 而這個改變呢 其實你預計一下 究竟是好的改變 還是壞的改變 是喔 如果萬一是覺得是壞的改變 那你自己就要 可能有很多方面要處理 或者是 要怎樣 小心一點 這樣 嗯 好了 除了開始之外 這個呢 1呢 算到的話 還是一個 嗯 這一年 特別是不靠人的一年 特別是靠自己的一年 啊 例如 可能你本身生命的零數是二的 啊 那你很喜歡跟別人一起的 喔 但原來你算到 充滿1喔 原來你呢 很特別喔 明年呢 你會特別精力充沛的喔 是喔 你會特別想開拓一些東西出來的喔 或者你的性格突然間變成呢 較為直來直往一些喔 嗯 即是好似或者是較為一個 有命令性這樣去說話 或者對別人的喔 即是不會轉彎活角的喔 啊 所以變了來說 那個人的獨立性就很強了 就不會那麼依賴人了 是的 即是如果本身一些的 身邊的人較為依賴性強呢 他都會突然之間呢自己是強了 或者他不聽你說話這樣 那所以來講呢 明年呢 會有機會轉行啦 轉職啦 轉關係啦 甚至乎怎樣 認識很多新的朋友 喔 會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明年 在不同層面呢 你都會追求第一的 但是注意 因為突然之間 可能平時你不是這樣的 而你突然之間變成這樣呢 那你就要注意那個休息啦 是的 要特別注意 在不夠休息 所以呢 容易呢 就是或者是 病啊 受傷啊 那些這樣呢 都會有特別要注意啦 嗯 這個就是原來計出來 新的年數 六年一的數字啦 OK 嗯 那好吧 那下一個就是二啦 師傅 是啊 下一個二啦 嗯 好 那我們講下一個啦 謝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留言 讚好 以及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 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會見到 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 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以及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 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對了 如果你的 假意出來的 心靈靈素是二的話 哦 原來 未來一年呢 你會覺得有點迷延網 是 你會覺得好像 好像 突然之間 很想休息一下 是的 即是 不想自己這麼疲累啊 這麼疲累啊 那 可能你以前是一個很 活動的人來的 都不奇怪的 但一走到明年 二的話呢 可能你會突然追求和諧的感覺 希望可以 溫馨一些 和諧一些 享受一些 或者追求一種叫什麼 避愛的感覺 避愛的感覺 追求避愛的感覺的時候 就要小心了 因為現在很多網上情緣的嘛 那些的騙案 在說 千萬不要呢 因為為了追求避愛的感覺 就是 就是 失去了自我了 盲目了 行不行 所以呢 所以呢 明年呢 你會特別 冷一點點 因為你呢 覺得自己呢 需要去 休息一下 需要在靈性上面 去增長 或者追求一些的 靈性上面的修養 那 亦都是會怎樣呢 嗯 明年有些選擇困難症 是的 拿不定主意的 即是因為有些迷惘 嗯 亦都是很喜歡群體的生活 突然之間 喜歡群體的活動 喜歡跟別人一起玩 還有呢 原來明年呢 你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聆聽者 是的 即是說你身邊有朋友呢 有些遇到一些 很悲慘的事情呢 他向你去吐苦水呢 其實你是願意接受 聽他說話的 你會很耐心聽他說話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明年呢 有機會做義工都可以 是的 即是可以去幫助別人 那有時呢 因為想事情呢 又會想到自己有人就 發呆的 想到發呆的 那便變成有些 好像又有矛盾的感覺 那樣這樣 所以呢 逢是二的人呢 流年二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一下 是 要保持一個清醒的狀態 或者 仍然要保持一定的戰鬥力才行 就不要太過 撞下去了 就是這樣的 嗯 嗯 OK 那不知道大家自己 就是對了這個 新命零數 2024年 你的運程當時 那個號碼呢 就是中不中了 一 和二 那當然 可能有些觀眾 就是以為未到你自己的 那不妨就可以 留意下一集了 這樣 在影片資訊欄呢 就可以找到師傅的專頁連結 按進去就找到易龍師傅的聯絡方法 同時也找到師傅的八字命理初版的線上課程 隨時隨地都可以跟師傅學習到八字命理知識 相當之有趣 下一集我們跟師傅講解一下三和四 嗯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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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請做齊 留言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